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人对于疼痛 大部分都有一个概念 就是你哪里痛 就会按哪里 而我们现在的医疗 其实医师也常常告诉我们这样 我膝盖痛 我就在膝盖打针吃药 甚至严重一点 就会开刀患人工关节 那对于这样的治疗 其实严格讲不是最好 你只要懂得膝盖痛 它起因于屁股 在屁股只要揉一揉 那么膝盖的痛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很多医师都会告诉我们 啊你膝盖痛 退化了 不要爬山爬楼梯 要多休息 那这样一休息一般人回来 就坐在椅子上看电视 做久了 反而屁股的筋更硬了 那屁股的筋硬了之后 膝盖反而更痛 所以如果你懂得膝盖痛 是因为屁股引起的 那大家就不会说休息就坐着 反而更应该去活动一下筋骨 对膝盖反而有帮助 那膝盖痛不能揉膝盖 那我们一般人的肩膀痛 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其实也是这样 很多人打电脑打久了 你的肩膀痛了 很多人就会去抓一抓 按一按 事实上你轻轻按还好 如果重力按 它就会发炎 那肩膀应该怎么处理呢 也是一样 它要从颈椎 你只要从颈椎帮它推开了 揉松了 它肩膀自然就好 可见我们感觉的痛 它就像一个影子 一个讯号 它不是真实 所以你绝对不能在影子上做功夫 那内科是不是也一样 我们举例来讲 如果你头痛 头痛 如果你只是头痛自头 或吃一些止痛药 那它是不会完全好的 那头痛的处理方式 在原始点也是一样 一定要揉耳后 整骨 整骨 这一条 下眼 只要揉松了 它的头就会好 那胸闷心脏痛 是不是也是这样处理的 也是 但是 它的原始点就在背后 脊椎两侧的痛点 相对应的痛点 胃呢 胃也是一样 如果你胃痛 你绝对不是去揉胃 而是要对过来 然后到背部 腰脊椎两侧 然后找出它的痛 只要把痛点揉开了 它的胃痛也可以好 所以感觉的痛 都不是真实的 那感觉到的不能揉 看得到的是不是能揉 那我们挤青春痘就好 青春痘我们看到了 它长一粒一粒 你如果去挤压它 会不会好 一定不会好 它不但不会好 而且甚至你如果续境感染 甚至挤压过 比较严重都会流下巴 坑坑洞洞 反而把病 病程拖得更久 那怎么处理呢 也是像我刚刚讲的 就在耳后这一点 还有整骨下眼 只要推开了青春痘 就可以消了 那除了青春痘以外 像我们最容易见的 像手腕的见效狼种 你长出一粒 在医学的处理方式就是手术 但手术后 它一样会再复发的 会长起来 那中医的处理方式是怎么样呢 就在见效狼种的地方 扎针 扎针之后再挤压 它也会笑 但是一段时间又会长起来 如果用我们的延时痛点 只要在见效狼种上面的 这一个点 还有周围的痛点 只要揉开了 那么见效狼种很多 以前我在诊所 很多马上立即就消掉 而且不会再复发 这样才是根本治疗 除了看得到的见效狼种 还有像膝盖后面的狼种也是一样 你只要在这里推揉 刺激甚至放血 它也不会好 那要怎么样才能让它消呢 一定要从屁股 你只要屁股 不明眼影长得流 那我就从耳后这一点 加上枕骨下雨 帮它推一推 当场立即就消下去 可见看得到的 你还是要找出原始痛点 而不能在这个肿的地方去按压 按压了它一定会更严重 那这个属于看得到的再是外表 那现在因为仪器科学进步 很多我们内脏看不到的地方 现在因为机器的进步也可以看得到 譬如像我们造S光片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骨头有没有跑掉 移位 那核子共振甚至可以造得更精细 甚至连体内的癌细胞都可以看得到 问题是 这些造出来的 是不是就是我们要治疗的地方呢 我举一个例子 当你S光片造出来 你的脊椎移位滑脱 甚至你长骨刺 那代表是不是你生病了 不进来 我想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们现在去造S光片 你们的骨头也有 很多人都已经长骨刺了 也可能都歪掉了 但是你们不痛啊 你们不痛会不会想处理呢 那当然不会啊 那哪一天 你刚好 在你脊椎移位的地方 刚好痛起来的时候 医生又因为 你造出来 有问题 那拿片子给你 叫你开刀 你会不会开刀 你可能会犹豫了 而且甚至会听同意思 因为症迹都很明显 但是就如同我们刚刚讲 你感觉的痛的都不是真实 那造出来的 当然也不是啊 很多人骨头本来就有问题 所以不能因为片子的问题 就来当做治疗的依据 它只能当参考 那片子它只是造出一个结果而已 那为什么会造成 你的脊椎移位跟滑脱呢 最大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肌肉 肌腱甚至一些高低都 肌肉都高低不平 才让那个骨头移位 而不能恢复到正常位置 那如果这样处理 只是处理骨头 那你不处理筋 你的痛是不会消失的 所以可见造出来的是一个果 而不能造出因 那再进一步再来谈癌症 癌症是不是也是这样 癌症它用很好的仪器帮你造出来 也确定你有癌细胞 那这个癌细胞代表了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果 也就是它不能造出因 我所谓的果就是 像我们一个一棵树长出一个果实 你只能看到这个果实 但你知道这个果实是从何而来吗 它常常是要阳光还有水分 甚至土壤的肥沃 然后从树根这样吸进阳分 这个果实才会慢慢长出来 那我们现在的仪器 只能造到这个果实 它造不到阳光 造不到水分 土壤的肥沃 还有树根 所以你只要在这个果实上一直做工 它绝对不会好 你要影响这个果实 让它长得怎么样 一定要刚刚讲的那个因 一定要你先处理 所以我们处理癌症也是这样 你一定要先把因处理掉 而不是去处理你看得到的 看得到的它是一个果而已 不是你真正要处理的 这个在临床上 我也遇到很多实例 就像口腔癌 口腔癌 你如果这里肿 你去挤压它 它不但不会消 而且会越来越肿 那你唯一的方法 也只有从额后 还有整骨下眼这里推 推开了 一般患者马上会有立即的感觉松 还有改善的感觉 那我再举一个舌癌也是一样 有一个舌癌三年 它舌头下面有一个癌细胞 让它舌头不灵活 也不能分泌脱溢 所以讲起话来 常常不清楚 那第一次遇到是在台中 我们一些学员帮它按完之后 它舌头马上转 变成很灵活的在转动 而且可以蜂蜜拓溢 当下它就感觉很舒服 讲话也很清楚 那我们有没有从舌头下手 看得到的 我们有没有处理 我们没有 我们反而是在它相对应的点 把它处理掉 也就是延始点 那它马上立即改善 可见治疗的原因都是一样的 你感觉得到的 也不能从你的感觉痛处下手 那同样看得到的 还有仪器造出来 让你看得到的 这些也是果 也是一个假象 也是一个影子而已 也是一个讯号而已 你就是不能从讯号下手 你还是要从它的原因去处理掉 那你才可以得到根本的治疗 那么我们刚刚讲的 青春痘不能挤压 剑翘狼肿不能挤压 口腔的肿瘤不能挤压 那看到的不能挤压 这已经是一个定案 那如果我们的医学 还是在处理 这个体内的影子 不管你是用各种方法 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样破坏对病人 是不是会有帮助 大家要甚思离变 那这一套 在癌症方面 我们也花很多功夫 去帮患者 从相对应的痛点去处理 也得到了一些成果出来 所以癌症它不会死 也不用被吓死 反而你从因改善 也就是从日常的生活 从饮食不要吃太多 因为癌症 都是因为在中医的辩证 都是大部分老 都是因寒所致 所以你只要饮食 不要吃一些生冷的蔬果 或生机饮食太冷 然后水果太凉的也不要吃 平常要多运动 生活要归零 那这样它的体质 就可以慢慢改善过来 那这一套 除了在这一方面治疗上 有一些很快速的疗效以外 它更可以 在你还没有发病的时候 你就可以当做一个诊断 你只要平常 在你的耳后还有整骨下缘 然后整条脊椎一直推揉到屁股 只要有痛点 你平常就把这些痛点揉开了 那你很多疾病是不会再发的 也就是把疾病消失于无形 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 医防医学嘛 那这一套确实又简单医学 然后又环保 因为它只有靠两只手 也没有废弃物产生 那如果你是属于寒底的 那我们基金会就会推荐 现在热源用红豆袋 红豆袋也是很环保 那只要你学成了之后 世上你看多方便 只要一般的疼痛 你自己按一按 就可以好 严重一点 你只要乐福也可以好 可以省掉很多医疗费用的浪费 也可以节省你很多 晚返你医院的时间 甚至你如果发心的话 更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一套 希望大家好好来学 大家好好来推广它 谢谢各位